欢迎您持锁定中天新闻频道 还要带你来关心最新的焦点 就是这一位机车骑士 载着孕妇行机基隆路口 和一辆休旅车发生了行车纠纷 没有想到休旅双方就在大马路上 大呼小叫 这场面相当的尴尬而且火爆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薛惠文 带我们来进一步掌握 惠文请说 好的直播各位观众 这是发生在基隆街头的一起行车纠纷 这三个人就在路上大呼小叫 而穿着黑色衣服的是开着百万休旅车的车主 和一辆机车发生行车纠纷 而透过影片可以听到他不停的在骂脏话 甚至还出手推穿蓝色外套的机车骑士 最后还一把把他推倒在地动手打人 超过画面我们来看当时的情形 这起发生在基隆街头的行车纠纷把民众都吓傻了 甚至其他的机车骑士还停下来围观 而坐在车上拍到这个影片的车主 还要打119或者是110来帮他们解决这起行车纠纷 而其实在画面中穿着红色衣服的还是一位孕妇 最后呢车主甚至是动手要拔钥匙 不让这位骑士离开 而当这位打人的车主最后要开车离开的时候 孕妇还企图用肉身来挡住车子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而这个画面呢全程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扑上网路 以上是最新消息 把镜头还给同类主播 好这场面真的相当的惊险 这既然有人出手推人 只因为行车纠纷 稍后会有完整的追踪报道 谢谢慧文